好,謝謝 由於香港示威抗爭的活動持續升級 我們從7月開始到現在 我們已經五度發出了新聞稿 也發出了旅遊的提醒 今天我們也在發出一波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國人反應 有出中國大陸的海關 從香港到中國大陸 比如說深圳的海關 都有已經加強入境的審查 以及有人反應 包括通關入境的時候 有加強檢查相關的資訊及照片 對國人人身安全的風險的不確定性 也顯著提高 所以我們有發這個新聞稿 無請國人 要加以注意提高警覺 注意自身的安全 其實目前為止 我們有收到一些案例 也就是基於這些案例 我們提出的善意的提醒 那麼我們陸委會也責成我們駐港機構 要24小時提供服務 如果遇有緊急問題 那麼可以撥打我們在香港辦事處 我們駐地名稱叫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那麼急難救助電話是 852-6143-9012 那麼我們住處呢 會提供相關的協助 那如果在中國大陸遇到相關的問題 也可以打海基會 24小時的緊急服務專線 請求協助 那麼海基會的服務專線是 02-2533-9995 那我們也了解 目前總共有31個國家 以及地區 對香港發出旅遊提醒或是警告 但是沒有國家發佈所謂的紅色警戒 那我們政府會持續 根據香港的情勢變化 那麼並參著國際的做法 在無色政治因素 依現有的機制 來發佈各種的旅遊警示機制 那麼來保障國人的權益 跟人身安全 那麼由於國人如果考慮到 香港的情勢 想要變更或取消赴香港的行程 與旅行社之間 可能會衍生退費 或者是解約這些消費性的問題 我們陸委會也協調了交通部 觀光局以及相關單位 我們應該朝向有利於消費者權益的原則 重有處理 好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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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